北京时间6月27日,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继续进行,埃根廷对镇尼日历啊。 本场比赛对于埃根廷来说,只有放手一波彩有希望,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,凭借着梅西的一粒精彩进球,埃根廷一比零领先。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中,马斯切拉诺在禁区内反规,尼日历亚获得点球,摩西点射半平比分,尼日历亚一比一埃根廷,而送上点球的就是现在效力于中超的小马哥。 而这季判罚也成了全场比赛的一个焦点,尼日历亚获得脚球,马斯切拉诺进区内防守半路供的时候,手上有搂到的动作,但是这个动作却不是很明显。 这个判罚也是判罚的有点勉强,也有球迷说道,尼日历亚的球员表现得太好了。 但是不得不说,马斯切拉诺的表现,可以说是灾难级别的。 在全场比赛来到第13分钟的时候,马斯切拉诺就出现了一次很重大的失误,他的回传力量偏小被对方球员直接断掉。 这个失误也是让球迷惊出一身冷汗,而且在防守对方球员,马斯切拉诺的速度明显的跟不上了,组织也已经基本没有了。 特别是下半场的这粒点球,虽然裁判判罚的有些牵强,但是马斯切拉诺的禁区内不必要的动作也是给了裁判机会。 这位中超大排外人的发挥堪称在那级别,而阿根廷后防线的发挥也是整体地迷。 在这几点球前之前送的脚球更是才让人费解,三个阿根廷球人争一个手套球,结果球被抵出了底线。